你骑车的车链几年了 我学骑车是在我小学可能大概二三年级 自行车的驾龄应该有十几年了 你学骑车是有没有摔过的 摔肯定摔过 但是我比较好的一点是 我从骑车开始我就学的是双轴车 摔个几个月 几个月 就会了 其实是自己骑车过还是跟朋友一块机会 骑车肯定是怎么骑 自己骑车是最自由的 你想快快想慢慢 然后你也不用等朋友之类的 前段时间骑车出门 唯一陪伴我的只有外卖员 平时出门骑车的话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我常去的餐厅 然后老板跟我很熟 他会允许我把自己的自行车停在店里 因为我自己的那辆自行车很容易 很容易丢 对然后我一般出门有时候去 比如说朋友约了餐厅的话 我就骑轻局过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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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